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因为顺丰快递 这些很快递要关了 所以有兴趣购买老杨私房茶 少少二维码 感谢大家理解和支持 有人说这个茶叶稍微贵了一点 没办法 因为进来就贵 而茶叶质量不错 欢迎大家选购 谢谢大家理解 好我们来进入了一个新的环节 大家都知道很久没有弄了 老杨说故事的环节到了 今天介绍了还是小林的小说 美人命 美人的命运 说的是上山下乡年代的事 故事发生在北方 北方一个小县城 有一个农村 有一个至清点 具体的地名就叫做清河村 这是一个冬天的凌晨 北方天亮的有点晚 连续不断的女人的惨叫声 把整个青年点集体户和清河村的人 惊得大家起床 不同寻常 东显懒寒 懒早 大家都睡 贪睡的人还在梦中 爱起早的人也刚刚醒 捂着暖被窝 那一床还没起来 但是呢 传来这个女生的惨叫声 太惨了 听着慎能 大家都在问 这是谁呀 出了什么大事 被窝还是暖和了 没能敢起来 鸡叫三遍 天渐渐亮了起来 清河村的人 才左邻右舍到处打听着 逐渐弄了个明白 原来是一个女志青 叫新华 她出事 辛苦了新 中华了华 新华是谁呢 新华是那个县城志青的明星 龙贤的时候被县剧团戒掉 演京剧 红灯剧中的李铁梅 自取乌山里面的藏宝 还担任了首席报幕员 每个志青典都有这么一个 出类拔萃的人 龙芒细节 戒掉了志青演员 回插队的青年点劳动 好了 为了照顾这位新华 能够抽时间练功 大队没派他去地里干农活 就留在志青典帮厨 就今天的凌晨 天还没亮 新华起床去生灶火 每天放在灶床头的手电筒 被李志青一亚文 余亚 余世之的余 优雅的亚 晴雯的文 余亚文 借去 没有送回来 他只好摸黑伸手 拉风箱 生火起灶 可能你们没拉过 我是拉过的 半睡不醒的新华 丁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他感觉手触到了什么有温度的东西 他本能力一甩手 突然从灶坑窜出一群黑乎乎的东西 朝他扑过来 喜生惨叫的新华 吓得就昏雀过去 下乡的时候我在保管 有两件事 不说新华 先说我 半夜 忽然间有什么东西 很沉重的掉到我的胸前 我睁眼一看 有一对绿林里的眼睛就盯着我 原来是黄梁上的老鼠掉下来 吃得太胖了 吓得我 还有一次 忽然间听到有人的撬仓库的门 我心中一喜 立功的时候到 这真能万一立立功抓了什么歹徒 当不了军信华 至少比较容易的上吊到了工厂去 后来听了半醒 听到老母猪的哼哼声 才发现那是个壁的猪圈 蹭痒痒 我就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 好了 不谈我 这个新华一看到一群黑乎东西来 他就下去晕过去了 好 赤脚医生赶过来 恰人中 脚肩膀 泼冷水 终于把他给弄醒了 醒来以后 这新华不停的哭泣 一直打哆嗦 不说话 惊吓得好像神志已经有点不清楚了 好了 情况是 第一时间赶到了崔事人杨静说的 估计也是女知青 她的铺位挨着新华 新华一句话不说 说在角落里发冷害怕 至清点厨房开火的步骤是 早晨当初起灶火 崔事人在起来做几十个人的早饭 杨静到了厨房 只被新华晚一点 他提着没邮灯 因为没办法 那时候没电 走到了门口 听到了惨叫声 只有一群猪崽子 从厨房嗷嗷的叫出来 也吓得杨静 也吓得杨静 只哆嗦 这个时候这是事 大队书记队长 青年典的典长 还有典长 云兵连长 护女子 但前后赶到 大家一碰头 事情明了了 原来是几只猪崽子 为了避风寒 跑到了灶坑里睡觉 新华拉松香的时候 猪崽子吓得窜了出来 恰好没有手电 黑乎乎几只狂奔的东西 冲过来 别说城里的女孩 就是乡下的女子 也会掉得下魂 魂的掉没了 好了 本来呢 几天以后新华 要去献剧场报道 要排演京剧杀家帮 这是县城人过年的重头戏 而新华是女主角 阿庆嫂第一人选 但目前呢 吓得直哆嗦 神魂不定的 精神状况 肯定演不成 怎么办呢 大队书记打长途电话 跟新华的爹妈联系 达成共识 立马送新华回城里头去养病 至清点来这么一下惊魂 是偶发事件 还是有人蓄意磨害 很多人心里的打问号 这只记黑毛小猪 是青年典养的户业猪 从猪剑里的门缝跑出来 至清点的猪剑门老旧不严实 已经报修过 当时赶上秋收 忙不过来 一直拖拖到冬天 没有修理 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 清河村凌晨 下死人 没有下死人 休克时间 经过了大队党支部的讨论研究 定性为偶然事件 说几天以后顶替新华 去县剧场报道的宜亚文 背着行李 嘴里哼着小调 一个人就走出了清河村 至清点的至清 望着宜亚文离去的背影 忽然间都感觉很异样 几个爱琢磨色的南至清 阶级斗争 维刚细细的思量 大家都觉得有点发冷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宜亚文和新华是最铁的姐妹 新华演主角 宜亚文是配角 新华演李铁梅 宜亚文是铁梅的第一地补 报幕也是新华忙不过来 宜亚文替补登台的 当然大家知道 宣剧场 宣的剧团 戒掉了名额有限 一般情况只戒一个新华 宜亚文也接到通知 宣剧场是要求他 一边劳动一边练功 保护赏识 少吃咸少吃辣 要等待剧团在调来的消息 清河村至清点 这一对文艺骨干 至清点 人人羡慕的明星宠儿 他们都不用下地干活 不用晒得有黑 新华的处理帮助 宜亚文的猪圈喂猪 出事的前一天 就轮到了宜亚文的猪圈之班 大家琢磨了 只要他悄悄地把猪食倒掉 不给猪仔喂食 猪仔们饥饿难耐 肯定跑出猪圈外去找食 天黑了 猪仔拱开不上锁的厨房门 竖在赵康里 当然比猪圈舒服 更可疑的是 恰恰在这一天 宜亚文借新华的手电筒 没有归还 导致新华只能摸黑 去了厨房 事情这么一响 惊心动魄 得出的结论是 宜亚文未演主角 很可能暗中磨害 好姐妹新华 他知道新华平时 最害怕老鼠 黑幽幽的厨房 突然冒出几只 比老鼠大树费的活物 不吓成精神病才怪 青年典的老志青们 福尔摩斯 把他们的推论 报告给典长刘夺 志青典的负责人 只是推理猜测 没有真评实据 刘夺不敢盲目的 向上级汇报 压下来再说 所以 宜亚文暗害新华这件事 就成了志青典一个谜 话说回城养病的新华 白天夜里怕黑和冻的东西 情绪是好是坏 生活不能治理 演戏的功夫也荒惠了 志青典的志青 和清河村的人都疑惑重重 难道活泼爱下了 宜亚文真有一颗狠毒的心 回城里探亲的志青 去看新华 见他瘦落恍惚的样子 大家坚信 宜亚文是阴险的人 宜史夫 大家很可惜 好端端的新华 前途无量的文艺苗子 县剧场早就看中 想掉进去转正 就这么被毁掉了 好了 宜亚文一点都没浪费 顶替的机会 一场智斗 把阿庆嫂引活了 再也没有回到志青典 一直就留在剧场 跟团下乡演出 参加全市会员 当年的夏天 他在剧团争取到了编制 破格成为县剧团专业的演员 当然 命运真是难以琢磨 宜亚文成立正式演员之后 下乡演出时候的剧场的面包车 翻到沟底 宜亚文被砸断了 推骨 再也没办法登台演出 而这时候 新华的精神状况基本恢复 办妥了回程的手续 赶上了四歌舞团扩招学员 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成为四歌舞团流行唱法的后备人才 到了一年之后 我估计是七八七九年 至清大回程 青年点空无一人一片狼藉 只有一只手电筒 孤零零的留在大铺的床台上 这个时候的宜亚文 因为腿断了 在县剧场改做后勤工作 剧场演出是拉大木饭道具 捣水送饭 但是宜亚文虽然不能登台 还是迷恋舞台 他放弃了去文化局工作的机会 当至清典的至清纷纷回到城里头 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偏僻的小县城 宜亚文感到从来没有体味的孤独 他也想家 他也想回到城里去 宜亚文这讨说话 人家拿文件按照规定 已经就业的人员不再回程范畴 想回事你只能调转工作 但是这谈何容易 文化局对口调工作 从县里调到市里 没有得到特殊奖项 不是重要的特殊人才 没有过硬的关系 比登天还难 疑似乎他打消了回大城市的念头 嫁给了县剧团的副团长老卢 老卢是二分 前妻带在俩孩子的乡下 他净身出父 这个时候 新华的学员身份转正得到了四叶编 成为了四歌舞团正式的独唱演员 几年后 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中 进入福赛一举成名 也在这一年 县剧场被电视剧等新兴文化娱乐 冲击得很厉害 远远不如从前 已经多半年 怒不服出 拖欠工资 演出场是少得可怜 主要演员出去走穴 长期不归 剧团人心浮动 困难重重 县政府专题研究 县剧场出路决定采取承包制 演出前部面向市场寻找出路 老卢悠悠欲几手牵制承包了剧团 于亚文说 就你能耐 现在谁还看传统地方戏 在家都是看电视剧多舒坦 老卢说 我也没把握 咱俩去哪 新文化局下属哪个单位 哪个单位不是满满的人 没有咱俩的座位 于亚文这个烂摊子 你收拾得了吗 再说你能排演的比电视剧 还吸引人吧 算吧 既然签字了 我看把县剧场小剧团 改为录像厅 搞不好还能挣点钱 老卢很高兴就这么办 他就把大许小梦 留下来开录像厅 其他人到乡下唱堂会 老剧场兴许还有旧 疑似乎这一年 新华就成了这个城市 一颗耀眼的明星 出展个人专辑 出演了一部实际的电视剧 登上了省电视台的春晚 城里的街头巷尾的议论 这个新华有上央视春晚的实力 不会输给那些港台明星 好了 结果呢 再为最火的电视剧 比如说《西游记》《红楼梦》 《三国演义》配上主题曲 那就彻底火了 新华的丈夫是影视公司的老总 出了几部小片子 他准备为新华量身打造一部院线大片 推他妻子成为实力大腕 样式歌山妻的明星 话说这边的老卢 老卢带队下乡 演出观众寥寥无几 剧团日常开销都成了问题 工资根本发不出去 他一咬牙 啥活都接 啥土台子都上 只要不跳低俗路股的舞蹈 甭管是什么奇怪仪式 给的钱多钱少 开张便是打击打利 那就是希望 夏牛乡一家无姓的人家 为老爷子祝寿 在院子里排了十几桌的酒菜 请了不少人吃喝闹热 就叫剧场去演出 现场点啥歌 立马就在演唱加伴舞 老爷子只爱听倩夫的爱 叫伴舞的蓝远远 李远远在现场彼此亲吻 好了 这个倩夫的爱 唱了一遍又一遍 伴舞跳了一出又一出 折腾了林演员 昏倒在林石达的土台上 老卢没办法 带着演员下跪恳求 老爷子在一年 不愿意的摆手示意 演出结束 扔地上五百块 作为报酬 老卢带着小剧团 跟头把势折腾 傻口都吃了 怪异别扭的演出也不少 还是路不复处 演员们 吞吞开了小拆 剧团中承包开始 几十人变成了十几人 老卢咬牙 好马也是回头吵回去 带着十几个人 被县城归来 先靠录像厅维持 再做下一步打算 但是人没有事快 老卢带着十几个人 还没回到县城 警察敲开录像厅打门 带着了俞亚文 有人举报 录像听会招引 观众半夜播放黄色录像 老卢着急 赶到派出所说 俞亚文带着手铐 一言不发 大徐被带到派出所调查 只有小孟被问几句话 允许离开派出所 老卢追过来 问小孟到底怎么回事 小孟拉着老卢躲在一个胡同里 敲声说 录像厅死不来人 亚文姐着急 大徐上袋子的时候 发现里面夹着黄袋子 就放了夜场 以亚文姐姐 攒了点钱 偷偷放我这 她不让我沾夜场的事 等你回来 把钱交给你补贴剧场 老卢听着就流了眼泪 老卢说 丁亚文被人黑了 他为剧场豁出了自己 可是剧场也撑不下去 可惜了亚文这一片心 结果是怎么呢 于亚文被判拘役 六个月罚款五千元 县剧场解散 小剧场改为县城的大卖场 老卢默默的苦等半年 以亚文出来 两人手拉扫到乡下去 扣大盆 扣大盆种蔬菜 十年之后 这个新华早已经不唱歌了 几年前 她丈夫中风卧床 她接手了影视公司 由于投资失败 公司经营亏欠 员工 大部分跳槽走人 上门了全是债主 新华嗓子哑了 努力的说话 说目前这部电影已经进入后期 根据权威预测机构预测了 票房应该不少于五亿 到时候诸位的欠款加利息 都将一次性的结清 讨债中有人横了一声 说本片只拍摄五分之一 资金链断了 连盒饭都发不起 被不搁浅 群年讨工前 几位主角已经离开摄政组 另接新角色去了 新华微笑 且镇定的说 的确出了点问题 但是坊间传闻太夸张了 你何犯和群年日接公司 哪不就是诽谤 新的投资方已经谈妥 就是大家熟识的真香集团 总算打发走了要在人 疲惫了新华对助理说 真香集团什么时候接见我 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五天之后 真香集团与华美公司签约仪式 在真香大厦举行 真香集团总裁于静 走过来的时候 新华惊呆了 怎么是你呢 于亚文 三十多年你改名字了 你成企业家了 于静也是当年的于亚文 握着新华的首说 新华你没老 还是那么的漂亮 我欠你人情 你的电影资金面断了 我不帮你 谁帮你 新华淡淡一笑说 亚文你不欠我 那件事跟你无关 那天早上就是个意外 我从没听见别人的议论和猜测 已经说新华你还是变了 以前我做你的替补 不仅羡慕你的才华 简直妒忌使你说话那股优雅爽直的劲 你是天才 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你 可是眼前你说的不是真话 若不恨我 你怎么可能三十多年不理我 我写那么多封信 你一封也没回 新华说 当初我却是吓坏了 别人写的信也没回 于亚文于静苦笑说 十年前老徐从你那进了一批录像带 其中夹带了黄带 你只要证明黄带是个人的 意外给夹带出去 不是老徐故意购买 我就能免坐六个月的牢 而你只需交币罚款 我打电话你也不接 写信求你救我 罚款我出 你还是不伸手 拉我一把 新华的脸色 吴云红有点尴尬 连续轻轻嗓子 于静接着说 那天我借给你手电筒 间接导致你摸黑进大厨房 可是你忘了吗 手电筒你送给了我 你说还有一只 早晨去厨房 怎么不带上手电呢 不管怎么说 我拿走了手电筒 欠你的这个情 我得认 你这部电影 这个钱我必须投 但有一个条件 新华终于有机会说话了 他轻轻的插了一把汗 那当然 那当然 投资自然是有条件 我们会达成一致 于静说 这部电影 命名为美人命 我很喜欢 他写的就是 我曾经熟悉的生活 但是有一个情节 你必须要修改 这就是我要投资的条件 那天早晨 天没亮 江洪走进了厨房时 不是他的替补 齐燕谋划作局 悄悄放黑洞洞厨房 一窝老鼠 下病江洪 齐燕取而代之 去做了女主角和报幕员 而是江洪早就知道了 四个歌舞团要招演员 他自己做局 假装被吓得精神失常 以此办疾病回城 实现了当演员的梦想 别人都在怀疑闺蜜奇艺时 江洪暗暗高兴 躲过了那些眼睛 装着不言不语 于静未笑的样子 眼瞅着他的闺蜜 成了自己计划的牺牲品 听到这些话 新华表情怪异 像喝醉酒一般 眼角和嘴角不停的抽动 于静拍拍新华的肩膀说 怎么样 新总 剧本修改后 五千万的资金马上到账 新华的身体摇晃了一下 吃力的说了一个字 改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一 小林小说版权所有 为者必究 文章内容为艺术创作 确误 模仿 第二 故事情节峰回路转 说的是一个特殊岁月的人际关系 这样的场景放置了任何一个年代 任何一个人与人相处的地方 其实也都是会发生的 发生的概率还很高 第三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关系到个人前途命运的时日路口 人心最难检测 也可以说最容易检测 第四 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 与亚文背了几十年的黑锅 在故事结尾终于有一个水落 迟出的交代 这个故事 真可以拍部电视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和那两个人听的 看见 三个人听到 这才是